静谧黑夜下的法国村庄 一大群德国纳粹士兵 正密谋着一个丧心病狂的计划 只见满车的活人被运进教堂 做完实验后又成堆的被推出来 恐怖的是这些人还活着 然而下一秒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科幻惊悚电影《霸主》 1944年6月 诺曼迪登陆前席 一群来自美国的散兵受上级命令 准备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前往法国西尔布朗村庄 摧毁那里的五线电塔 为后续部队登陆抢得先级 非洲裔美国士兵伯伊斯 便是这项任务中的一员 即便已经做好了战前准备 但还是难言首次来到战场上的紧张 很快这种情绪就被恐惧所替代 阵阵轰鸣声中 漫天炮弹飞射而至 天上的飞机就像靶子一样 惨遭防空高射炮逐个击破 散兵不等落地 就已然死长打扮 博伊斯被长官一把推下飞机 幸运掉入水中捡回一命 他稍作喘息 带着惶恐与不安 迅速向树林深处逃去 他不是唯一幸存之人 此时正看见长官被一群德军堵住 刚要上去救人 突然被一个友军夏世死死暗住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长官被杀 夏世名叫福特 是散兵团的爆破专家 他告诉博伊斯 任务高于一切 不能因为去救一个人而破坏整个计划 博伊斯出来乍到 显然还不能明白战场上的残酷 别人一路向着目的地前行 冲突又偶遇三名幸存队友 本以为恐惧感会随着人数增加消散 结果很快就有人踩到地雷 变成了渣渣 活下来的人也不敢再放松警惕 一个个安上刺刀摸索前行 没过一会儿 几人再次走进树林 他们被一团模糊血肉截停了脚步 不等搞清状况 一个法国女人就闯了进来 博伊斯懂点法语 一番询问之后 得知女人名叫克洛伊 正巧来自拥有无线电塔的村庄 知晓几人并无恶意 克洛伊便将他们带回了家 此时 村庄已被德军完全占领 不但戒备森严 且巡察力度极强 为了方便后续行动 福特派遣两名队友出去勘察 克洛伊家中还有一个弟弟 和一个得了怪病的阿姨 阿姨面貌丑陋又恐怖 险些没把博伊斯吓尿 克洛伊解释道 阿姨的怪病都是拜德军所赐 自从被他们拖进村庄教堂 出来之后就成了这般模样 这种事德国士兵会经常干 老的直接杀死 年轻的则被带走 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被害的 虽然不知道德军在搞什么阴谋 但可以肯定不是啥好事 至于克洛伊为啥没被抓走 是因为有一个德国军官 需要他服务 话音刚落 房门就被敲响 来人正是克洛伊所说的军官 从两人对话中得知 这小子骚扰克洛伊 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只不过始终没能得逞 军官轻车熟路将手下胡走 接着便一改常态准备用墙 见到如此禽兽不如的家伙 博伊斯也忍不住了 随即冲下阁楼 拿枪抵住了对方脑袋 福特同样没有废话 一记头锤将军官干翻后 接着便开始了言行递供 同时为了防止任务暴露 博伊斯受命去接应外面队友 结果正好目睹影片开头一幕 博伊斯本想回去报信 不料半路杀出一只疯狗 见逃脱五望 他被迫爬上一辆运尸车 就这样跟着车队进入了教堂 趁着德军搬运尸体之间 博伊斯溜进内部 在里面找到了电塔控制室 此外还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他看见一个被弃敏包裹 已经面目全非的活人 一个谨慎脑袋却还能说话的女人 然而离谱怪事可不仅仅只有这点 随着博伊斯不断深入 他又亲眼看见一个死去的士兵 被注射医管不知名血清后活了过来 明显 德军是在做着某种生化实验 博伊斯被吓麻了 明白继续探查 无一等于找死 临走前 他顺走了一只实验血清 并在半路救下一个被抓的队友 队友同样被全身插满管子 为了逃命 博伊斯只能捂住他的嘴巴 生生将管子拔了出来 逃离过程还算顺利 两人跳进下水道一路向西 赶在德军发现之前离开了教堂 回到克洛伊家中 那名德国军官仍未怂口 博伊斯将自己所见告知福特后 掏出了那只实验血清 军官见状 手露惊慌之色 但很快又邪魅笑了起来 此时距离大部队登陆仅剩一个小时 福特不想再与军官浪费时间 有着博伊斯提供的情报 几人明白 硬闯教堂无异于找死 稍作商议便决定 用军官做人质 然后声东击西溜进教堂 不料 德国军官假装昏迷 趁一个新兵不备 夺枪杀死了他 等到楼下众人听到动静上来时 新兵因失血过多 已经无力回天 博伊斯回想起自己曾看过的场景 鬼使神差就将血清扎进了新兵体内 新兵没有迅速复活 但因为奇迹不会出现 众人直接惊呆了 复活后的新兵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却莫名非常口渴 且力气大的一批 不等众人反应 新兵又说很热 脱掉衣服才发现 身上血管已经暴起 这种失控感越来越强烈 很快就六亲不认与众人动起了手 便意新兵异常勇猛 关键时刻还是福特开枪将其放倒 结果没过两分钟 新兵竟然又复活了 吓得伯伊斯抡起枪托就是一顿爆锤 直到将其脑袋砸成了豆瓣酱才停手 这时军官也说出了德军的阴谋 这时一辆德国军车来到房前 军官趁众人不注意 一把抓上克洛伊的弟弟跑了出去 追出来的福特等人与敌方展开交火 即便打碎了军官的半张脸 可终究没能将其留下 留给几人摧毁电塔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共同出击 来到教堂外围 克洛伊使用美人计引诱一名德国士兵 其他人则从暗中出手将对方捕获 下一刻被封住嘴巴的士兵 开着三轮车直奔教堂门口 守门士兵丝毫不知死神已经到来 在一顿扫射中 教堂前方防线瞬间就被击溃 伯伊斯等人趁乱进入教堂 但接下来却出现了分歧 福特想要先找控制士 克洛伊则想先救弟弟 没办法 三人只好分头行动 很快福特这边先下一程 顺利除掉控制士守卫安上炸弹 反观克洛伊则被挟持士兵欺骗 眼见对方奸计就要得逞 伯伊斯及时赶了过来 之后两人在另一个房间叫下弟弟 不料撤退途中再成意外 克洛伊被一个变异士兵拖走了 他抄起手枪反击 却难伤对方分毫 危机时刻他集中生智 撬开过道边上军用喷火器 一番猛烈制烤后 总算将变异士兵烧成了渣渣 另一边 眼看福特的安置人物就要完成 结果却被军官逮个正着 原来这家伙从村庄逃回来后 因害怕感染至死 不顾专家劝阻同样注射了血清 有着变异buff加持 福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不但控制器被其一把捏碎 自己也被对方用铁钩吊了起来 军官极其享受这种快感 危难之际 博伊斯再次赶来相救 可惜未能改变被暴揍的结局 借此时机福特忍痛拔出铁钩 接着捡起血清也给自己来了一针 血清效果果然不同凡响 终于让他有了一战之力 两人越打越凶 但与打了好几针血清的军官相比 福特还是明显处于下风 这时 博伊斯描动福特意思 一枪打爆了地上的化学器官 成功被两人争得喘息事件 然而福特却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将自己繁琐在了实验室 他自知不可能活着走出去 更明白不能把里面怪物放出来 于是 在将后续任务交给博伊斯后 便义无反顾地点燃了手中炸药 影片最后 博伊斯不负众望摧毁了电塔 成功为诺曼底登陆之战夺得先机 战争没有结束 博伊斯被调往了其他部队 但在想上集汇报时 他选择隐瞒了教堂里面的事情 毕竟 这种技术无论由谁掌握 最终受伤的还是人类自己 霸主生于2018年 是一部少有以战争题材为背景的丧尸影片 开场就将血性暴力直接推入镜头 营造出一种不一样的恐怖设定 不过 简单粗暴的第三幕 以及英雄主义式的收尾 还是差点意思 毕竟 一个可以成就千年大业的实验室 就被五人小分队给端了 属实过于草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就到这里了